在這個時間點你應該買台湾50 因為他跌幅最大 跌幅最大之後 彈幅會比較高 大家好我是黃士聰 歡迎收看本週的 聰明理財大小事 那今天是錄影的時間是禮拜二的早上 那因為呢這個今天來說的話 這個巴菲特入股台積電的這個消息 那整個台湾50或是整個台積電 也出現一個大漲的這個局面 那當然下一步要怎麼來做 我們會在今天的節目呢 跟大家好好的來分析一下 第一個這一波的台灣 這一波的台灣50或是全世界的股市 一如我之前在節目上預料 我認為說本來10月份 開始的這個通膨就有機會 會慢慢的下降 那果然也如同 這個美國聯準會的這個預期 或是說一如這個市場上面的預期 美國的10月份的這個CPI 已經跌到了7.76% 雖然說還是很高啦 但是這已經比市場預期7.9%都還要更好 那所以呢如果我們分析這個 所謂的消費者物價指數的這個 細項裡面來看的話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以目前的這個狀況來講的話 只有這個房租人目前還位在一個 相對高檔的這個局面 所以其實這個葉倫也說得非常清楚 他說呢不要因為CPI的這個數據 降溫而高興過頭 尤其是說他說這個住房成本是占美國三分之一左右 那這個CPI三分之一左右 那現在呢其實下滑的速度會比較慢 他說這個可能會持續推動整個物價的壓力 一直到明年的這個狀況 不過呢因為今年的升息幅度太大 所以在最近起一些美國聯準會的官員呢 他們的想法是說或許可以慢慢的 不要升得那麼快 甚至是很多經濟學家也出來警告說 不要升得太快 以免造成這個整個經濟呢 出現一個難以預期的效果 所以現在看起來的話 為什麼這一波股市會反彈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第一個CPI的數據下滑之後 充淡了整體市場對於升息的預期 因為其實在之前美國聯準會升息之後呢 鮑威爾曾經有說到就是說 這個所謂的這個利率的終點 最高的那個點可能比市場預估更高 但是呢一旦這個通膨數據有下滑的話 市場當然又會衝淡這樣的疑慮 所以呢就12月的這個升息的狀況來說 我們看到這個FedWatch的這個表格來講的話 你可以看到說 目前的利率是3.75%到4% 那這個12月份的預估呢 80%是預估是4.25%到4.5% 也就是說上漲的兩碼左右的一個狀況 那升三碼的這個預期只有20% 所以看起來的話 升息兩碼已經成為是比較大機率的事情 那在明年來說的話 升息都幅度不會太大 好我們先一個一個來看 第一個就是說因為美國指數呢 因為美國的這個所謂利率呢 可能會這個稍微減緩升息的這個狀況 再加上同盟降溫的情形 第一個首當其衝的就是美元指數 我們曾經在跟大家報告過就是說 其實今年的一切的引動 就是因為搶美元的關係 美元很強資金往美國市場走去 所以導致台灣也面臨到失血 全世界的股市都面臨到失血的一個局面 我只要把錢呢 放在美國的銀行體系裡面來說的話 就可以享受到這麼高的利息 那當然會這樣做 所以會導致美元相當強的一個局面 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美元指數這一波其實是 一直沿著這個上升軌道往前進的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 我為大家整理出的這個美元指數這張圖 它在最近期已經跌破了 它所謂的紅色的那一條上升趨勢線 所以呢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美元指數已經有正式轉弱 從今年以來的強勢 有正式轉弱的可能性 當然我們不能說這個高點就不會再突破 只是說因為這個短期的 頭部形成的這個狀況 它勢必會經歷過一個時間的整理 那在美元弱的狀況之下呢 當然會讓全世界的股會市 都出現一個鬆一口氣的這個局面 所以我才說呢 就是因為美元弱了 所以全世界的股會市就出現一個大漲的這個狀況 當然漲幅的比較相 或是說相對的比較優勢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說倒窮 倒窮在這一波的最高點是36,952點 最低跌到28,660點之後呢 我們看到它這一波的反彈 已經率先彈過了 我為大家畫出的下降趨勢線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條 從36,952點連接數次高點所形成的一條 淺色的線已經被漲破了 甚至它也突破了年線 所以看起來的話 倒窮呢似乎是嘗試著再扭轉這個整個局勢 但是因為現在年線還是往下 所以年線往下的時候按照葛蘭幣八大法則 你漲過的時候它會有回撤的這個狀況 靜待這個年線能不能夠慢慢的指紋往上 那這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 所以我才說中線的底部或許出現 長線的底部有沒有出現 我們還要再觀察的一個情形就是這樣 那這一波裡面來說的話 倒窮漲得快 但是我必須跟大家說 接下來呢 傳產股就會漲得慢 因為它已經來到了相對高檔的位置 你反而要留意的是科技股 因為科技股的漲 這一波的彈幅比較小 到目前為止 大家可以看到說以納斯達克為例 納斯達克的最高點是16212點 這一波跌到了1088點 這跌幅是相當慘烈啊 那相當慘烈的過程裡面 我也為大家畫出了一條下降壓力趨勢線 到目前為止 它都還沒有頂到那個下降壓力趨勢線 更不用講那條黃色下蓋的年線 所以看起來的話 科技股是比較大的彈升空間 至少比照美國的這個道窮 談到下降壓力趨 或是說談到年線 這都是有可能的一個狀況 另外我跟大家講一個 這個台灣的跟台灣比較相關的 費城半導體指數 費城半導體指數這一波呢 從4068點 跌到2089點 其實它跌幅相當的慘烈啦 可是你可以看到最近期的 它的彈升幅度也相當的快 它馬上就談過了這個 這個下降壓力趨勢線 所以看來的話有機會朝年線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一直覺得說 台灣有機會往上彈升的狀況 那以台灣指數來說的話 台灣指數在這一波的最高 最低點是12629點 這往上彈升 彈到昨天呢 是彈到14174點 當然今天呢 已經來到了14400點左右的這個位置了 已經突破了這個 我們剛為大家畫出的下降壓力 所以現在的狀況就是 突破下降壓力 通常都會有回撤的狀況 那回撤的這個狀況之後 我們如果你現在是空手的話 我覺得可以近代買進的這個時間點 現在整個盤勢來說是中多的這個格局 短期或許有一些壓力 那中線的格局是偏多的 長線目前為止來說 還未必能夠看到這個底部 所以我們怎麼去操作台灣50呢 其實事實上我為大家 再重新拿出那張線 我跟大家說 五年線以下可以中期布局 102.9 十年線以下可以 83.9 可以這個閉著眼睛買 五年線以下可以裝備布局 你可以看事實上 現在來證明來說話 似乎這樣操作策略是對的 好我為大家整理出 我的這個操作的這個 這個具體的帳單給大家看 最上面一張是從6月13號到9月22號 這時候都各買一個單位 那個成交價是從123到110 那第二中間那個部分是10月31號 我上次有跟大家說 我買20張99塊的台灣50就在這個位置 然後等到11月7號之後 我又加碼了20張 這個成本約莫是 有18個單位是100.1 那有兩個單位是99.8 然後最後11月11號是我賣出了 10個單位的台灣50 成交價是109 好所以累積到現在為止 我一共還剩下了35個單位 那中間因為我知道中間我們還有小跑過一次 那次我就沒有把它算在內 所以目前我的倉位來說的話 一共有35個這個台灣50 那之前有買到45 那減碼了10張 好我為大家稍微整理出來說 我怎麼操作了這個具體的這個價格的 這個狀況給大家看 第一個這個B2 就是掰兩個單位是123.6 再來你可以看到112 再來是114.7 再來是110.45 這是之前所買的5個單位 後來我跟大家講說 在99塊可以買 那時候買的這個20個單位是99塊 那時候的時間點是10月底的這個時間點 那為什麼我會買 我上次也跟大家說過 因為我 因為已經出現了所謂的三天不破新低 然後這個指數應該有 這個短期之內底部的這個狀況 所以我就買了 另外我在買這個10個單位是在 這個11月7號的時候 買了20個單位在11月7號 是成本平均成本是100.01 哎100.1的這個價位 那為什麼會買呢 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短期的底部呢 事實上已經出現了嘛 短期底部出現的時候 它是一個突破點 突破點來說的話 我就嘗試的去加碼了一個狀況 就短這個我必須講 這個所謂20張呢 我是比較偏向中短線的這個操作方式 也就是說因為它突破了一個短期的底部 短期底部出現成型之後 照理說它會有比較明顯的 彈升的幅度 所以我就去在這個時候 再加碼了20個單位 那果然啊 因為這個在美國聯準會宣布說 它這個 在美國的這個公布CPI下滑之後 你看這個在這個11月初的時候 出現一個非常大的這個跳空缺口 那這個跳空缺口之後呢 整個指數就往上竄 那我在這個約莫在韓50指數呢 突破這個所謂的下降季線的時候呢 我那時候賣出了10個單位 賣在109這樣一個狀況 那剩下35個單位 那當然就是持續續爆的一個情形了 好 那我們為大家稍微整理出來 原本呢 我有這個116.85 就是在前幾個月買的5個單位 然後99塊買了20個單位 然後100.1塊的時候買了20個單位 所以我成本呢已經從最原始的5張的116 已經降到101.47 那101.47的時候 其實我在 因為我獲利的10張 那賬上來說的話 還有298,550塊的未實踐損益 這是記賬到昨天為止 那今天的這個台灣50呢 又上漲了約莫3塊多 所以再算一算的話 又多了10多萬的這個 獲利的這個空間 我想這樣的操作應該是 還算可以啦 就是說給大家稍微約落報告一下說 最近幾的操作的這個方式 好那接下來要怎麼去操作呢 第一個 我覺得呢 第一個我們目前為止來說 我們不可否認 台灣的指數 或是說整個台灣50 遇到一個下降的壓力 現在那個壓力到了 雖然突破 但是突破之後呢 這還是個下降壓力 有沒有辦法再拉得更遠 我覺得拉得更遠的可能性 比較低 所以你可以操作的方式是說 如果你是短線的操作者來說的話 你可以逢高 所以略為在減碼 當然因為今天氣勢很強 因為巴菲特入股 台灣台積電的關係 所以短線再衝 你如果短線的做法是 可能是三天沒有高點的時候 你就可以短線獲利把檔 那等到拉回有個價差 譬如說你賣在113 114號 拉回有個3、4塊的時候 你就可以再做一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價差操作 這是短線操作者 可以偏多操作 因為這一段時間來說是一個短多的一個局面 那如果你是中線 譬如說你是操作個 2個月3個月的時間 你當時買在相對的低點 99塊100塊的時候 那你就繼續爆 爆到什麼時候 我們之前跟大家講說 周線3個月 3個禮拜沒有破低 是個底部 同樣的 周線3個禮拜沒有高點 就是一個中期的頭部 或是中期的頂部 那你可以等到那個時候再出場 目前沒有看到這個訊號 另外一個長線 所謂長線就是說 我可能要買來擺很久了 那還是一樣 目前還是慢慢的佈局 那目前為止來說 我覺得要留意外資的態度 因為今年賣最多是外資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為什麼最近期 其實我在之前的節目 也有人問到我台灣50 或是買0056 其實我一直覺得說 在這個時間點你應該買台灣50 因為它跌幅最大 跌幅最大之後彈幅會比較高 那至於說你買0056來說的話 其實你也不用問太多 你就是你既然是佩息的態度 你就每個月每個月買 反而0050呢 是比較有那種所謂的 你要買來長期投資也可以 你要做價差也可以 因為它的波動幅度在今年 我認為會相對比較大 那當然因為現在要留意外資 外資怎麼想 外資現在這個今年賣這麼多 巴菲特入股之後呢 我認為外資可能會在短時間之內 被迫會強力回補 所以對台灣50來說的話 可能短線還有一個高點 可以期待的一個狀況 好那接下來呢 我跟大家最後一章 為大家整理出 未來可能的壓力 跟可能的這個支撐在什麼位置 第一個我們跟他說 其實這一波 台灣指數往下跌的過程裡面來說 台灣指數大致是呈現一個 高點一波比一波低 然後低點也是一波比一波低的 這個局面所以就是一個下降的一個線性 那所以呢只要能夠突破前一波高點 那就可能是有扭轉的這個態勢 所以現在我們來往上看 這個15000點可能是一個上一波 約末是9月初時候的高點 另外一個這個15500點 是上這個8月中的這個高點 另外還有6月的高點是16500 這個可能都是目前我們可以看到 這上面的三個大壓力 當然目前距離15000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這個空間 所以或許看有沒有機會來測試 這個15000的這個壓力 另外一個往下來看的話 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這個以上一 這個約末是在10月初的時候 有一個這個高點 那就是13850 後來跌破 那現在又漲破 那就變成這個支撐 那個高點就變成一個支撐 所以目前為止 13850點是個強力支撐 再加上說那邊有一個 在這個今年的這個CPA公佈了之後 一個大跳空缺口 這也是個支撐 所以目前看起來的話 在只要來到13850 或是14000以下 其實我認為都是可以買的一個狀況 事實上這個所謂的 台灣50的操作方式來說 我一直在節目上跟大家報告一下 你要分成長線 分成中線 分成短線這樣來操作 各有不同的邏輯 那我也希望說今天的節目呢 跟大家說明了之後 大家應該有比較 更清晰的一個 一個所謂的想法 跟一個操作邏輯 那就供大家參考了 那具體 如果還有一些新的動作 或是說新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看法的話 我會陸續在節目跟大家分享 那本週的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收看 再見